自製的湖南褶肉 切片后大火快炒 加入蒜头和大蒜简单拌炒 光用看的就让人流口水 这家在高雄有30年历史的褶肉店 这一两个月顾客抢货 一买就是好几条 因为政府要开放萊猪了 我们这个要卖给家人吃的 当然要吃安心一点的 其实台湾的标示没有做得很完整 因为有时候你也不知道 它到底是不是真的不是萊猪 民众担心迟到萊猪元旦前一个月就抢定 相信老店不会乱用猪肉 业者更提供猪肉产地证明 腊肉用的都是价杠的台湾猪 我会说老板你这个是萊猪吗 来啊我说这不是你放心 因为我们自己都是做三十几年的口碑的 我们不会把自己的招牌打坏掉 虽然萊猪成本比台湾猪低 但老板也说腊肉还是得用台湾猪最对位 更不拿老店招牌开玩笑 客人订单接到手软 没有预定恐怕买不到 另外在屏东腊肉腊肠的店家 生意受到影响 因为萊猪开放进口 让订单变少了 现在进口萊猪客人多多少少也会有一点怕 不敢一次做太多 就怕没人买 虽然强调真的都用台湾猪 但民众担忧吃到来季 干脆不吃猪也间接影响生意 这一波萊猪恐慌恐怕还会持续上演 既有高雄屏东最后报道 支持中天的好朋友们 YouTube中天电视频道 即将开通会员功能 传制的邀请您 一起来加入会员 挺中天 加入会员将实质的帮助 中天新闻维持营运 中天新闻近400位的员工 感恩在心 而YouTube中天电视 会员功能即将上线 相关的资讯 更基于我们的内容 请请关注中天新闻直播 中天新闻脸书 以及快点TV脸书粉圈